用心深呼吸 与大地共生息 各位金融朋友 大家好 我是叶树珊 欢迎收听 用心深呼吸 那很多人都知道 阅读很重要 因为从小到大 可能包括老师啊 家长啊 常常就说 哎呀要多看书多看书 从小我们可能对阅读的理解 就是看书 但事实上真是如此吗 我们会讲阅读一本书 阅读大自然 或者甚至阅读一首歌 都有可能啊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这一位呢 他就是在推广阅读 但是他强调的是 阅读理解力 阅读理解的 学习制创办人间总编辑 也是品学堂的执行长 创办人黄国珍 黄总编辑好 是主任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直接叫你国珍总经理 或者国珍总编辑 叫国珍就好 其实你的名字也蛮特别的 珍呢 是珍珠的珍 通常男生比较少用这个字 你知道您的父亲当初为什么 国之珍宝吗 他取的名字没有用 所以是阿嬷取的名字用了 阿嬷取的名字 那阿嬷有没有讲过 为什么要用这个珍 其实就是国之珍宝 真的是国之珍宝 对他期待说 能够成为国之珍宝 太好了 那现在呢 黄国珍老师 他的期望就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国之珍宝 为什么 当他真的懂得阅读理解的时候 好 那先来讲一下 阅读 阅读力 阅读理解力 怎么做区分 好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阅读 其实我们以前对于阅读就认为说 一个人在阅读就表示他把书拿起来看 这就是阅读 那阅读是一个行为 阅读行为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阅读行为 读者本身参与了多少 获得多少 学习多少 那阅读理解 他跟前面的阅读不一样 是阅读进一步理解了他正在读的东西是什么 那阅读理解力是 阅读理解背后其实是有能力的 那这个阅读理解力被培养出来的时候 透过阅读这个行为 他就能够透过理解形成学习 不管是知识层面的 或者是在思想层次上面的 他都能够完成学习 就像我们看一篇文章或者一篇报道 后面常常会出来延伸阅读 那个延伸 你可以说是expand 扩展 也可以说是explore 去探索更多 那其实这是一种能力 而这个能力是要经过训练的 还是天生的 其实这个能力是天生的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 本来就有自己认知这个世界的基础 就说小baby都有了 小baby你看他虽然不懂事 可是他对于某些家庭里面的气氛 他还是有他的理解 但是你会发现他其实连字词都没有 字词条件都没有 但是他理解他所处的环境 那我们现在在谈的阅读教育 其实是透过老师在课堂上面的设计 提供一个可以讨论跟发问的环境 那学生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 跟老师进行互动的话 那借由老师的引导启发 其实同学就更能够把这个能力加深加广 没错既然提到老师 也就顺便提起一下 因为我想听众当中观众当中 因为我们一样可以有声有影 大家可以看得到 可能有些自己是学生 有些可能也是老师 老师到底喜不喜欢被挑战 因为你现在也常常在带各种各样的 这种阅读理解力的课程 所以大家也都称呼你郭真老师 你是比较特别你喜欢被挑战 因为你自己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不是刻意的去挑战 我注意到 因为我说一下好了 这是老师的书 这阅读素养 这本书可以看到 可以特写 这本书真的很好看 我本来以为会是很多理论 但是没想到这么有趣 而且这本书 我刚刚也特别问了 好特别 我本来以为这本书是冷门的 结果现在已经有两万本了 表示说大家真的有这个需求 回到就是你自己当学生的时候 就很喜欢不是刻意 但是会问一些问题 对不对 那现在其实很多老师也是鼓励孩子问问题 但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自己的观察也许很粗浅 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去做演讲 你就会发现先做两岸的比较好 对岸的大陆的孩子 学生听众很爱问问题 台湾的比较silent一般来讲 那你如果到了更大一点 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韩国的都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欧美的比较喜欢发问 这是一个民族性 还是过去一直以来的老师的权威使然 到底是什么原因 您的看法 这个结果其实是很多原因促成的 我觉得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是我们过去学习的经验里面 并没有被鼓励多问 因为好像所有的知识学习 它的来源就是老师的讲解 那老师在讲解的过程里面 有他实际要进行的这个课程的进度 所以为了在这个进度里面把内容讲完 其实能够开放给同学讨论的也不多 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老师还是会把那个课程进度 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面 不过我想这是老师在教学现场上面的一个 他本来就根深蒂固的一个使命感 我必须把课堂上面需要教完的全部教完 就是好像他的使命 我知道多少 我准备了多少通通要给你 这中间没有办法平顿下来 接受一些讨论或者再探索再延伸的机会 是因为这个中间很可能让 很可能同学的提问 要回答学生的问题 并不在这堂课的内容里面 那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 很可能这堂课原来要教的 跟原来的进度就被挪到旁边去了 所以老师会比较倾向于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把这堂课里面应该完成的内容给教完 台湾如此 中国大陆日本 或者是欧美 好 那欧美可能不太一样 我虽然 我有一小段时间 大概两年半的时间在加拿大念书 那我在那边所接触到的同学 我们当然平常先聊 例如说他们在课本上面 他们就并不是一个 我们课堂上面所安排的进度的概念 而是他们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 一个主题一个主题 而在这个主题里面 老师会充分地跟同学讨论 因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从小有一个观念就是 这个堂课其实是老师跟我之间讨论的过程 所以从小他们老师就非常鼓励 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你的观点是什么 那同学跟老师的观点 就算不一样 南渊北测 老师也不会觉得说 你的观点为什么跟我们不同 他反而会很鼓励孩子 把他自己的观点给讲完整 那这个跟现在的教学趋势 是比较贴近的 就台湾现在开始 从过去的知识导向 然后从学科上面的这种知识系统的学习 开始进入除了知识的学习之外 还要有学习能力的 然后在思考层面上面的学习 所以其实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你说进展 为了讲进步 当然是一个进展 但是这恐怕也跟学校的管理者的概念很有关系 因为就是当一个学校要考核 他的老师教学的进度 或者教学的绩效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是看有没有所谓的按表 操课那个进度 对不对 是学校的本身的简合的观念要改变 才有可能推动这样的进步 但是你有看到 在这几年当你开始投入推动 这个阅读理解的时候 你有看到学校的这种制度上的改变吗 尤其在新课纲的落实 就是开始实施之后 这样子的情况 普遍的在学校里面已经看到一些调整 是 好那当然就要回到 你自己也提到说 你曾经在加拿大念过书 当时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 你学的是美术 对我学的是艺术 学艺术对不对 好一位学艺术的后来也从事美术设计 对不对 好 可是却突然 或者也不要讲突然了 总之呢 有一点点中年转业的感觉 对 大概是差不多40岁左右的时候 对差不多43岁的时候 43岁的时候 开始投入 先成立了品学堂 对 之后呢 又来做这个阅读理解的杂志 是 搞不好很多人 什么叫阅读理解都还没懂呢 还学习制 对 感觉感觉有点冷门 可是你就一头就愿意栽进去做这样的推广 对 一定有因缘 对啊 这背后 有的时候我们是回头看才知道所有的事情是有关联的 是 那我其实在投入这个阅读教育推广工作之前 有大概10年的工作经验 那的确如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从学艺术完成学业回到台湾 我其实服务了几个还还不错 很给我发挥空间很大的这个设计公司 那也因为工作上的关系 我从设计开始进入到企业的一些品牌跟形象上面的经营管理 那后来在有一个因缘之下 我参与了一个有趣的公司叫弱水国际 那它是趣事科技的董事长张明正先生 所成立的一个社会企业的创投公司 是 那我们当时其实 上善弱水的弱水 对 上善弱水的弱水 那当时我们在里面的工作伙伴呢 其实很清楚的一个目标就是 社会上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我们想要透过企业的思维 然后建立一个商业的模式 它不仅解决问题 同时也不必到处募款 而是能够透过一个商业模式支持改变的力量 那其实在产业里面被称为社会企业 是 那当时我们几个工作伙伴 其实对整个台湾社会展开了 大概就是三年到四年 想了解有哪些问题 我们需要去关心跟解决 那我负责的领域里面包括教育 那教育这件事情 我们就在想说 那教育里面有什么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我们就拜访非常多专家学者跟老师 那每一个受访的专家学者都有他们的观点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不断地被重复谈到 他们就谈说台湾在教育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解决 就是阅读这件事情 那我们当时听到这个答案都很惊讶 因为 书还看得不够多吗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认得字就会阅读了 这有什么 这是一般人的观点 对 我当时也是认为说认得字就能够进行阅读了 那阅读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后来当时的披萨计划的共同主持人陈昌平教授 他就提醒我们 他问我一件事情 他说国真你认为什么是阅读 我当时就跟台湾的学生一样 就会想一个说最不会错的答案 我就跟他讲不就是把书拿出来看吗 他就大笑 他说没有错 我们看见阅读是看得到的部分 就是把书拿出来看 可是为什么阅读的过程里面 头脑会形成理解 为什么会有意义 为什么同一篇文章不同的人读出来 结果不一样 那这背后有值得我们去了解的 但是他跟我说明了之后 我们才意识到 他所介绍的关于阅读的理解的能力跟阅读素养 其实在我们的课堂上面 不太琢磨在这个能力的养成 所以会变成说 学生在阅读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需要外在 或者是别人说明跟解释 那实际上我们过去在课堂上面 就算是国文课 我们读一篇文章 也不是我们自己理解能力所建立的认知 对啊 老师导读 对 都是老师导读 那老师导读当然会让学习有效率一点 可是 很模式化 对 就很模式化 然后我们其实对一篇文章的理解 不是透过自己的思考建立起来的 而是透过抄笔记 对 然后哪些要考 哪些关键字 对 所以所有的阅读学习 后来都变成抄笔记的学习 然后课本上老师解释的记忆 那其他的都不重要 因为其他都不会考 所以其实整个教学上面的观念 跟整个系统上面 导向学生其实失去了阅读能力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 参与了这样一个计划 让你有点恍然大悟说 原来要根本解决 台湾在推动阅读上的一些障碍的话 这是这个能力的培养 这个能力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 我都是会从我过去的工作经验来看 台湾孩子年轻 然后其实都聪明 可是进入职场的时候 当他面对问题 面对需要阅读东西 其实他理解上面会受限 对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除了去探究原因之外 也要提出solution 解答 所以待会儿呢 我们在第二段的访问当中 继续请黄国珍老师 针对阅读理解这件事情 继续跟我们一些 可以follow的一些方向 大海 郁郁了人们 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 那里海平 海平所有的东西都会吃进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 他是因为丢弃了一些遗忘 不是神术 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 海底下集合 向海逃取的子民 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 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 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 哇 还不想那会做的 六年超过两百次的进海 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从此这两年多以来 就是有发现生态慢慢地有在恢复 以前始料上的脚要可慢慢又回来 我们不奢望的时候 对于小楼球有多大的贡献 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 让海洋的生物 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看见海洋守护者 让爱无限 喝杯好茶 品味内涵 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收听人文有意思 欢迎继续回到用心深呼吸 这个节目呢 是在中广流行网 星期六的早晨七点到八点播出 我是叶树珊 那这个节目呢 由我还有谢家勋 以及林嘉丽三位 我们轮流为大家主持 那今天跟大家谈的题目是阅读 就像广播 不光是用听的 也可以用看的 所以呢 书不光是用看的 书也可以用听的 书更重要 是要理解文字图像风景 都是如此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 就是阅读理解学习制的 创办人间总编辑 黄国珍 国珍老师 刚刚也特别提到 这个我们学校 长久以来的这种 教育的方式 让大家对阅读 有点窄化了 所以透过你的努力 还有一群伙伴的努力 把大家的视野 或者是重新建构 大家对阅读理解 这件事情的做法 那我这边就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在访谈中 你也提到了知识系统 是 我过去曾经听过 有一位我们新闻界的前辈 张继高先生跟我提 他跟我说 他说很多很聪明的 PhD 就是博士 他们都有很深的专业知识 所以他们都建构了 自己的所谓的系统知识 是由上到下的系统知识 但是要透过人文素养 才可以把它串联成为知识系统 那我今天一面翻你的书 我一面也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阅读理解力 是不是也有点像是 某种的力量 把你过去所累积的 许许多多的 这个所谓的系统知识 能够串联成为一个知识系统 是 是不是这样 是 好 这个 它有关系 但是它也不是 主要的关系 我们能够 好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条件下面来看 会比较清楚一点 为什么我们读一篇文章 我们对这篇文章会形成理解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有先辈的知识 我们也有先辈的经验 所以这篇文章里面有某些知识 因为我们之前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它讲什么 里面的故事 可能我们之前有经验 所以我能够同理它 所以我们也能够形成理解 那有一些是 我们个别原先的知识是独立的 可是在这个故事的叙述底下 或者它所探讨的问题里面 我们才发现 这背后其实横向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它就成为一个极为立体 而且有网络脉络性的统整 可是另外有一个麻烦的事情 是现在在阅读上面 可能要更关注的 就是我们的一篇文章 过去的知识跟经验 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但是这篇文章难道就只有 我们所拥有的知识 能够理解的那个面向吗 很可能这篇文章作者 其实提供了另外一个观点 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 所有的阅读跟理解 就建立在主体性的知识系统上面 而没有看见在这个系统之外 其实还存在着其他的东西 而且很容易直觉上 就先关上一道门 就先入围主 对 这个我还没办法接受 对不对 那我们的主观 凌驾了客观理解的过程 这是不是就是有的时候 在佛法里面会讲到的知识帐 会 对不对 你真正拥有知识 但有的时候 因为你主观建构的 这么牢不可破的一个 这个你心目当中 已经建构的所谓的知识系统 或系统知识 所以反而成为了一个 你更了解 或更有机会去探索 去扩展的一个障碍 是 所以很可能它会形成是我执 就是那个 没错 知识帐 我执 对 好 那那个我执 很可能会变成无名 没错 例子也太多了吧 对 没有错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翻转翻转 有时候念头也要能够转 对知识的探索 有的时候也要稍微转一下 对不对 有一个很重要 其实现在我们在谈阅读 前面所讲的 先被知识跟先被经验 但是有一个客观的历程 这个客观的历程 分成三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叫做截取讯息 第二个是同征解释 第三个是形式评鉴 那这三个步骤很重要 因为这三个步骤 它有它核心的这个条件 就是截取讯息是 客观存在你所看见的东西上 那同征解释是 根据客观事实存在的内容 你进行合理的推论 对 那最后你所得到的结果 不能够贸然就是说 就是如此 我们还要回来 反思过程 反思结果 那这里面呢 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解释 会不会恰当 因为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觉察 就是那个大智慧 就是那个抉择 我们能够借由这个客观的过程 去了解客观的事物 同时也能够回来监控 觉察 主观上面可能发生的问题 那我们的理解就完整了 它就是一个全方位性的理解 全方位性的理解 我理解的外面 同时我也理解了 我自己如何理解的过程 那才能够修正 我可能原先以为是对的 可是有了这个客观的条件 才能够参着回来调整 原来我的认知是受限的 对 所以这就至少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就不容易陷入所谓的 我直的迷思当中 自以为自己是知道的 而断绝了一切 跟其他的知识 或其他的探索 连结的这个机会 没有错 好 这个听起来是有点玄 但事实上也可以从 实际的例子来做一个检验的 我想最近大家都在探究 这个COVID-19 这些新冠肺炎 它为什么会发生 其实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 但是在我们想知道 为什么的过程当中 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 正确的截取 正确的所谓的思辨 正确的去思考 觉察 然后去做解释 可能大多数人是没有的 听到什么就给它传出去了 这也是我们在资讯爆炸时代 最容易犯的错误 怎么样避免这样的错误呢 待会继续请黄国珍老师 跟我们来做说明 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 全球听见大爱 大家好 我是土耳其慈激人 于自成 爱要及时说出来 首先我要感恩 当然感恩上人 对慈激在土耳其的厚爱 那也感恩全球慈激人 对慈激的支持 那跟护持 还感恩十方大德 把这么多的爱 爱撒在土耳其 最后一点 我需要感恩 胡光宗师兄 还有周如意师姐 四五年来呢 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 然后亲眼见证慈悲 跟叙利亚相亲们 过去的这一段 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都能够用 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 光宗师兄是一个 有承担的人 我常说他就像我们 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 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 然后重点是 他都能够承担下来 再多的苦 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 欢迎您跟我一样 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家早安 我是黄国珍 推荐您收听 用心深呼吸 欢迎继续回到 用心深呼吸 我是叶树珊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的是 品学堂的执行长 他本身也是阅读理解 这个杂志 学习制的创办人间 总编辑黄国珍 黄老师 那么国珍总编辑 刚才我们有特别提到 面对那么多 各种分子掏来的资讯 人一定要有 懂得怎么去截取资讯 然后做判断 甚至还要做思辨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举例好了 最近有关COVID-19 它到底是人造的病毒 还是天然形成的病毒 等等说法非常的多 牵涉到很多的政治上的一些阴谋 还有各种不同的社群的操控 那如果大家想要探索 这到底真的还是假的时候 以你来讲 你会怎么步骤 去怎么去探索 OK 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那其实我们活在 现在我们所活在的 所生活这个世界 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其实我们再也不像过去 是依靠着我们亲眼所见 来认识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 都是依靠别人 给我们的讯息 来认识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活在一个 很容易操弄理解的时代 操弄理解 这四个字很重要 你有没有被操弄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到 所有的媒体报导 或任何事物的发生 我们就说 对一定是电视上 所说的那个样子 那其实我们就不知不觉 被操弄了 而且其实现在操弄的手段 其实是很高明的 就是它会让你自己 认为那是真的 它给你的几个条件 但它也可以不必明讲 有的真有的假 是 那我们大脑就会自动 把它串联起来 就刚才卢卓晨说的 一条一条一条的知识 但是有某个东西 你自己头脑 就把它联起来了 就说你看 我认为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件事物的正确理解 其实是透过我们的能力 去完成对于事物的正确理解 那刚才主持人谈到 那个新冠状病毒这件事情 的确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我们很可能 像我第一次看到说 人造的 那我当然会很震撼 说天哪 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第二个问题是 那证据在哪里 对 那可以被人造吗 那过去有没有什么例子 那如果是人造的话 那跟后面所产生的这些症状的 关联性是在哪里 然后哪一些人说是人造的 哪一些人说的不是人造的 因为你看某一些人说人造 你可以去看他的背景 他有没有动机 有没有目的 需要这样子讲 说不是人造的 那他背景又是什么 所以我们能不能面对一个事件 或者一个正在发生的情境 但是我们设定了 好几个不同条件 然后去探讨背后的原因 甚至是眼前你所看到的 如刚才所说的 结局讯息 客观的事实 如果这些都能够 方方面面照顾到的话 那我们就真的开始成为 一个有阅读素养的人 对 但是很多人可能就 这样太复杂了 抽丝剥茧 有点困难 对很累 我没有能力 对我就选择 选择我比较相信的 媒体或者是哪位部落客 或者哪位专家 就是这样 这是把它简化了 而且也弱化了 我们自己探索问题的能力 对不对 而且选边站是最容易的选择 但是一个人最需要坚持的 就是我自己客观的主观 我这个自由思辨的能力 这才是一个人 真正存在的主体 这很重要 但是一般人讲的 没错 选边站 有的人pro 中国大陆 有的人pro 美国 所以他就 OK 我自己在看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就已经很主观的把它分 只要跟我原来的主观认定 是不一样的 我就拒绝了 对不对 所以主观又凌驾了客观 是 没错 这也是为什么 常常也讲说 一人土虚万人传实 有的时候是 明明是一句假话 但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思辨跟判断 然后就 真的吗 就传出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你讲的一句话很重要 这个时代 我们分享的速度 比理解还快 你根本还没理解 你就把它分享出去了 这是我们这个最糟糕的 还有没有任何的例子 有 其实在哪另外一个 在大概两年前吧 网络上面疯传了一段影片 就是一只北极熊瘦巴巴的 在垃圾桶里面找食物 那很多媒体其实转播了这个影片 那我们也认为 甚至很多孩子跟学校里面课程 就说来我们发起 拯救北极熊的活动 好 但其实这个故事 我后来就花了一点时间去找 因为我当时在想说 哇这北极熊好惨 那北极熊现在真的这么惨吗 那惨到什么状况 其实我是带着一种好奇跟 想要了解更多的心情 所以为什么会跑到垃圾桶旁边 对 然后从他栖息的地方 到垃圾桶旁边 其实距离是很遥远的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是想要多了解一点 所以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那北极熊现在有多惨 那我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找资料 结果早着早着我突然发现说 原来这段影片背后 有很多故事 其实没有交代清楚的 例如说拍这个影片的人 其实他们就是一个 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人 那他们会拍这个 他们也不敢确定 因为他们没有去检测说 这只熊到底有没有生病 还是他年纪到多大了 然后有不同的专家学者 看了这只熊的影片 就认为说 从他的表现来看 他是生病的 那全球的这个气温的上升 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但是他们也发现在不同区域 对北极熊群聚的族群的数量调查 有某些部分 某些区域是在增加的 数量在增加的 然后某些部分的确有减少 但是减少的部分 反而是天气比较冷的地方 所以这里面有太多重新要厘清的 可是后来会发现 后来很有趣 我找到另外一个资料 2004年纽约时 那个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 也一样做了一个全球暖化的报道 而这个报道就是一只北极熊 站在一块浮冰上面 非常有名的一张照片 那很有趣 这个影片是2017年 Time Magazine那个是2004年 这中间相隔了非常多年 可是为什么都用北极熊 他为什么不用真正已经绝种的动物 而是用一只北极熊 来当做所有的 这个全球暖化受害者的代言人 其实是因为北极熊 最能够吸引目光 因为你看动物园里面 你到任何地方的动物园 你去做调查 他的动物排名第一名 前三名一定有北极熊 如果这个动物有北极熊 不是北极熊 就是猫熊 对对对猫熊 对 所以他要做宣传 一定要选择一个 会抓住全球眼光的对象 所以北极熊 可能有其他客观的科学数据 被忽略掉了 只拿了当下拍到的那只 你不敢确定他是生病 还是他是真的受伤的熊 然后你用他的惨境来 试着告诉全世界的人说 北极熊这么惨 所以全球暖化是事实 北极熊的确 他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 我们人类的共同生活环境 也受到威胁 但是当宣传变成是一种手段的时候 北极熊 他的角色就被 怎么讲呢 包装的扭曲了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对他就是abuse他 没错了 而且让事实有了误解的可能性 也许他的目的 就是要提醒全球暖化的严重性 但是呢 这个过程所使用的方式 表达的方式 是有可疑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很多的数字也好 现象也好 有时候真的只看到了一个表象 然后就自以为是的做了一些所谓的因果的一个探索 中间缺乏了刚刚所提到所谓的至少的double check 其实这就是很简单 我以前做新闻讲的double check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 他连最基本的double check能力都没有 这是真的让人很惋惜 好我们先谈到这 待会儿呢 其实我们也还很想知道 黄根珍老师他的家庭教育 因为他在他自己的秩序当中 他生长在一个文学家庭 但他没有提到是什么样的文学家庭 待会儿请他自己聊一聊 你知道最近很夯的客戟副理 有理真好的运动吗 客戟副理那是什么啊 让慈激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先生来告诉你 客戟就是要从自己做起 克制自己的言行生活态度 要从礼貌开始 客戟副理由自己做起 慈激基金会与您一同打造理想国 就是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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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郭景的内湖区 我平常在开车的时候 都会用手机 用LINE来听这一个大爱广播电台 那为什么会听呢 因为我们平常 日常生活中 有时候没有办法把心静下来 只有你单独一个人开车的时候 静静的可以把心沉淀下来 而且这一段时间 你不会讲电话 也可以很专注 然后把你每一天上人的法 可以重新听又听 听再听 那时候你每一天听的 跟有时候你在心不静的时候 听的话感受会不一样 所以我最喜欢听的那个节目 是每一次上人 他们在重播 那个陈宇寻法乡的 那一段节目 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听 手指轻轻一点 全球听见大爱 欢迎您收听 大爱网路电台 大家好 我是慈禧大学校长 刘怡君 欢迎大家收听 用心深呼吸 欢迎继续回到 用心深呼吸 我是叶树珊 今天在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呢 是品学堂的执行长 黄国珍老师 他本身也是 阅读理解学习制的 创办人兼总编辑 那么当然也要介绍他这本书 阅读素养 好这本书真的 我觉得做家长 做老师 其实任何人都应该 重新检视一下 自己的阅读理解力 好 但是这边的秩序 提到说 生长在作家的家庭 所以家中出入 往来都是文坛的 巨人与天神 您愿意说一下 自己生长在 什么样的作家家庭吗 好 我父亲就是 大家熟悉的小说家 黄春明先生 好 据我所知道很多名人的小孩 基本上是说 我不是靠我爸爸妈妈的 关怀的 所以我是靠自己 对 所以有时候不是很愿意 让人家提起说 是谁谁谁的小孩 你会有这种障碍吗 现在不会 小时候会 小时候会 其实一直到快 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才慢慢改变 那您的父亲 黄春明先生 有意识到 他的光环 对于你可能造成了 某种压力吗 有 他知道啊 但他常常跟我讲说 你不用在乎这个 那不小心 你做你的 他就常常这样 好 那但是至少 刚刚我们在讲阅读 理解力的时候 不免可以谈到 小时候 因为您的父亲 也是一位 推广阅读 很重要的一个推手 而且他用的方式非常多 包括影像 很早就开始用影像 还有用童话故事 用戏剧 戏剧 对不对 好 那所以 可以稍微讲一下 父亲至少在阅读素养 这件事情 给予您的影响吗 其实我后来才觉得 当时他 带我们的一些活动 跟我们相处的一些过程里面 其实 我不知道他是有意 还是无意的 其实也是把阅读素养的 一些基本能力 放到生活里面 他那时候应该没有 在推广什么阅读 没有 但他就很自然 对 他就非常自然 例如说 晚上 当时我孩子 小学大概二三年级的时间 那弟弟当然就更小了 弟弟当时大概大半的时候 我们家晚上也是会有那种 睡前的这个故事时间 那以前有的时候是妈妈讲 那只要轮到爸爸讲的时候呢 他有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 是很有趣的 可是我小时候 我都觉得你在偷懒 没准备 对 他不太拿故事书出来 拿书出来念给你 他不会 他就说 来来来来来 我们来讲故事 那他第一个就说 从前从前 山上有一只老虎 那只老虎就很烦恼 他烦恼什么事情呢 来果真 接下来你认为老虎在烦恼 叫你自己去想 对 然后我就必须把那个故事 接下去 那我就 头脑里面就 他很烦恼 很烦恼 他三天没有吃饭了 为什么三天没有吃饭 爸爸就说 为什么他三天没有吃饭 因为怎么样 他在帮你架构一个 然后就要不断的去想 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 不断去创造话题 创造情节 甚至头脑里面要画面 这样哪里睡得着啊 这样越讲越高兴 接故事越接越高兴 睡前故事是说 借着这个说故事 孩子进入一种安定 稳定的状态 然后就睡着 对不对 我们这样不太一样 越想越兴奋 越想越开心 然后讲到说 棒 今天这个故事很好 好睡觉 还在头脑还在想 孩子给他很好的灵感 他马上就去写 他们同化的剧本了啦 有可能有 对 所以呢 刚刚这一段的回溯 我不晓得 我们黄春明先生 有没有听到 黄爸爸好 天啊 天啊 你好 你好 你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突然流汗 国真会流汗 没想到 突然流汗 对很开心看到 黄春明老师 其实他的气色非常好 刚刚想到 你小时候 他们小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 带他们的接故事 你自己记得吗 我知道 那晚上就是 要故事接力嘛 对 对 到后来 比如说 讲到鳄鱼 鳄鱼再讲下去什么 他们就 想不出来啊 就说 鳄鱼闻香 哈哈哈哈 其实孩子们的那种想象力 应该也给您一些灵感吧 跟小孩子在一起啊 其实我们也必须跟小孩子一样 不然很难跟他们连在一起 所以小孩子看您的样子 并不是很严肃的那个样子 才有轻活力的时候才能沟通 如果跟小孩子沟通的话呢 我们已经有这个童心还在的话呢 想象力很丰富 其实小孩子的想象力呢 是大人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常常产生了很大的误会 骂他乱想乱什么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随身 突然他一直很苦难 因为他放水回家 会经过一个宠物店 就看到一头 他最喜欢看那只猫头鹰 好后来呢 他就奇怪 这个为什么猫头鹰 猫的头老鹰的身体 那么 老鹰的头 猫的身体跑到哪里去 他一直在想这 所以连上课也在想 所以一个小孩子 如果脑筋量去想一件事情 想不开 就是好像被东西锁住一样 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问他说 你在那里什么 他就讲 他说猫头鹰我知道啊 那鹰头鹰哪里去了 老师就骂他了 拼命骂他 还笑他 华赞 哎呀 可是我们现在听到好有创意 回到家里 跟爷爷讲了 世界上哪有那种东西 爸爸也骂了 妈妈做我很忙什么什么 小孩子一直存在那上面 我曾经写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从小孩子在一起 给我启发出来的一个想法 真好 真好 其实我想刚才黄爸爸应该也有听到 国真在讲他所推广的这个阅读理解啊 刚刚讲的这个故事也其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就可以鼓励孩子那你自己去找答案啊 没错没错 那为什么没有鹰头猫呢 对不对 去找一下答案 真的很好 好 其实我们待会儿要再来跟黄老师做连线 这个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 因为也很难得你们父子空中相会 国真说他刚刚吓出一身冷汗 你到底慈父还是岩父啊 吓出一身冷汗 我待会儿继续聊聊 大海郁郁了人们 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 那头海平 海平 所有的东西都会吃进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 他是因为丢弃了一些遗忘 不是神说 因为在水面很久了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向海逃取的子民 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 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 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 哇 滚水怎么在做呢 六年超过两百次的进海 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从此这两年多以来 就是有发现 生态慢慢地有在恢复 以前始料上 我们就要慢慢游回来 我们不奢望的时候 对于小楼球有多大的贡献 只是说 在乎这个自己的家乡 让海洋的生物 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看见海洋守护者 让爱无限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施亦南 推荐您收听 用心深呼吸 欢迎继续回到用心深呼吸 我们今天访问黄国珍老师 他呢在推广阅读理解 那么到了访问的最后这两段 我们请出了他 灵顶有名的父亲黄春明先生 但是很多的孩子就算呢 父母亲有非常庞大的光环 但是还想出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这条路 那黄国珍这几年呢都在推广阅读理解 我抛一个说实话 我要提出这个问题 我也有点忐忑 那既然你们都挑战老师嘛 我现在挑战两位老师 因为我们人生有太多太多课题 生老病死 这四大课题 我们怎么样用阅读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去检验我们在身边所遇到的生老病死 这边不免 好 我想让儿子先说好吧 国珍先说 然后再来请教一下黄春明老师 OK 生老病死哦 生老病死它就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那我其实从高中开始就喜欢读一些 除了文学或者是艺术类的东西 我就还蛮喜欢读心理学的书 所以生老病死 我觉得在这里面一定常有一些功课在里面 所以在小说我们也在看别人的生老病死 在艺术里面 甚至从画作里面去经历了一个创作者 不管是他真正生命的生老病死 或者是创作生命的生老病死 所以当这些广泛的 经历了别人的生老病死 跟参与了别人的生老病死 那这里面有很多学习跟反思 其实就会让我们自己去面对 自己真正身边人的生老病死 所以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的 因为黄春明老师八十五岁 八十六 不要那么计较吧 之前也提到 他常常也提到他老了 有的时候必须扶老了 那前阵也生病 我们那时候也很担心他的身体 不管是老跟病 甚至我也必须很大胆提出来 之前也历经了就是 郭俊 郭俊的往生 我想这个身边 这些经历 我们看的是不忍心的 但是这是我们每个人 都必须要面对的人生课题 所以春明老师 那您怎么看待 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做 用这个阅读理解的这种模式 帮我们去面对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类之后 这个是我们很普通 很平常 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生活经验 而不需要用各种理论 去做什么解释 有的是用宗教来 让他的心情面对 有的用各种各样的 我想这个所谓一个面临一个死亡 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但是那个比较大的一个规律 有的是病死 有的是在战场上死掉的 有些什么什么 种种会分类 所以在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 我已经到了这个临界点 收割界点 真的到了一个临界点 那么我前天才跟国俊开玩笑说 我们现在虽然是三代 国俊的三代同堂 国俊也可以 你的爸爸妈妈都在 你们夫妻两个在 两个小孩 我说我们三代的一个组织 非常的紧密 所以谁应该先走呢 那就是应该我 这个阿嬷还不行 还要帮忙带你们的两个 责任未了的意思吗 小孩子当然不 你们两个有一个不在的话 对两个小孩子的印象也很大 所以我如果要死亡是第一个 我都这样安排好 什么东西我都慢慢地看开了 只是说不要第一个 不要以我个人的一个能力 不要作为一个家庭的报复 也尽量不要成为一个社会的报复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就做我能做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现在睡觉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睡久了也不行 所以每天晚上十点 我一定要强迫另外一个黄村民 他已经说我今天不能动了 我就扮大惊 但是有一个另外一个黄村民 我不行你要站着走 我就强迫我自己 我们就在五楼爬楼梯下去 膝盖最难受了 下去的时候膝盖会不舒服 然后堤防要走两圈的话 差不多三公里 再慢慢回来 就这样每天在强迫我自己 然后到有一天 不行的话就不行 我也交代了不能插管 不能干嘛干嘛 就让他这样走掉 这个是我自己的 我也不能说每个老人都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没有这样 就不是一个自己可以控制的 但是呢两个黄村民的对话 你说理性感性好了 一个是比较帅性的黄村民 我要怎样就怎样 另外说不行 不要成为别人的包袱跟负担 所以是一种自律的黄村民 是这样吗 其实好像两个 其实好几个 好几个黄村民 那我就说对这个健康的部分 他说不走不行 就一定要走 我就起例子说 以前我叫我爷爷说阿公 我带你来走走好吗 他用闽南话说 我扮大走啦 没有没有多久就 就走了 我也不像 我现在脑筋 还可以写一点东西 我三月 我就是又写了一本书 本来五月要出版 现在的疫情 要等到八月 气能的十月份 我也写了一本 所以我现在能够写就写 对没错 就这样 所以生命每一个阶段 都有良能的 也许现在下楼梯膝盖 没这么好 但是呢 还是可以头脑非常的好 继续的创作 所以每一分每一秒 活出自己的光彩 对不对 孩子也是一样 这个暂时 大家现在很少人在说 黄国真是黄村民老师的孩子 大家都直接叫他黄总编辑了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想亲子之间 永远都有这样的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可能是一种记忆 也可能是一种身教 也可能是一种态度 那但是面对人生的 不同阶段的课题 包括弟弟的往生 我想都是一个学习的经历 那我们当然从旁边去观察 有我们不舍的地方 但是只要知道 你们自己都能够处理得很好 而且用不管是理性 跟感性兼具的方式来面对 我想这个经验有机会 让大家能够得到分享 得到启发也是功德一件 好 今天非常谢谢黄村民老师 应该要给您更长的时间 不过今天主角是 今天是国真 今天你是来帮忙加持一下 帮忙加分一下 然后非常谢谢黄村民老师 下次特别再去拜访您 再见再见 好 那我们今天的用心深呼吸 对于黄沃国真老师的访问 也就进行到这了 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主持人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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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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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